現在就是我們看北頓涅刺客這邊 就是我們上次看還沒有 這次看已經有 就是多了一個國際傭兵旅的部分的人來 因為這些都是外國人 就是響應哲連斯基的號召 那大約目前 就那個時間點到烏克蘭去作戰的 大概有6000個外籍的人 然後那個韓國人 里根大衛 對 然後台灣也有人 台灣有一個人有參加 然後很多英國人 美國人其他德魯吉亞的人 那目前在這邊就 我看到的影片 我看到影片我聽到的是英文 所以我可以確定 不是英國人是美國人 因為他們渡河過去部署 他們有自己拍影片然後上傳 那我聽到他們的 我是聽得懂他們講什麼 因為他講英文 如果俄文就會很慈禮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有一支國際傭兵在這邊 那另外4NG就是烏克蘭的國家警衛隊 第四國家警衛隊 第四國家警衛隊在烏克蘭 就是他們國家等級的快速反應部隊 就相當於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憲兵的黑鷹 還有警政署的那種反恐的特勤隊 類似這樣就是他們是快速反應部隊 這是精英中的精英 那目前都在立西昌斯克這邊 然後有大概幾百名作戰鬥人員已經渡過這個橋 渡過河到北頓列刺客去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轉折 因為我們知道上個禮拜烏克蘭總參謀部有下一道命令 你允許北頓列刺客的防禦的部隊撤回來 但是這個命令下達下去沒有多久 這個命令又被取消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增援 增援到了以後反而反攻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轉折 你一開始你讓部隊撤 現在又下一道命令部隊不准撤 還進攻 對我還進攻 那這中間的轉折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猜測 是不是這位指揮官換人了 對我們在猜測就是 因為原本烏克蘭總參謀部 跟包含立西昌斯克北頓列刺客 當地的軍民管理局局長 謝蓋都出來講 頓列刺客一定要撤 那頓列刺客撤了以後 結果撤退的動作做了一半 又被要求不准撤 然後沒有多久這位 瑪莉安娜 這是瑪莉安娜貝佐格雷亞 這是一個烏克蘭的 相當於我們的立法委員 國會 國會的立法委員 然後他是烏克蘭的 烏克蘭國會裡面的 軍事國防情報委員會的副主席 他同時也是人民公普黨的副主席 人民公普黨就是現在他們的執政黨 瑪莉安斯基是主席 他是副主席 他親自來這裡指揮 所以就有點像他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把當地指揮官的命令 解掉 否決掉 重新再下來一個進攻的命令 然後因為他來這裡 所以很多基輔的國防部的資深官員 必須陪他一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把國際傭兵帶過來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們就看到後面的這場反攻 那反攻其實我們 這反攻算成功嗎 對 因為現在才剛開始其實也不能算成功或失敗 但我們看到是有成效的 因為原本烏克蘭 他們已經退到工業區的一半 那現在他們反攻 反攻就是把俄羅斯的 這邊最主要是車程 把車程的部隊往後推 推了大概1.1公里左右 1.1公里大概相當於中正紀念堂到善導市 所以因為他們白天他是沒辦法去執行這樣的突襲 所以他這個突襲是透過晚上 那車程就俄羅斯的部隊 他們在前線是比較缺乏夜市設備 所以也沒有注意到這支部隊偷偷過河 然後就反推那就只能退嘛 那就相當於晚上從中正紀念堂出發 打到白天剛好到善導市喝豆漿吃燒餅的意思 那距離是沒有很遠 但這是有成效的 這是一個夜襲的成果 對這是一個夜襲 他們大概晚上打到隔天的早上 那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但必須要跟大家解釋的就是 在北頓涅刺客市跟利西昌刺客中間有三座橋 其中兩座已經被炸斷 那他們用的是這一座 這一座的橋其實也有被炸 但是它的雙向橋樑是炸掉半邊 所以它還有一邊可以通 就是一般的車輛可以過 但重型的車輛像坦克裝甲車 或者是比較大的運輸車是過不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想 這支部隊當然人是可以過來 可是因為你沒有重裝備 你沒有重裝備 第一個你沒有裝甲車 你沒有坦克車 那你的火炮完全靠 利西昌刺客這邊 我們可以看 注意看利西昌刺客這邊其實是一塊高底 它的現在利西昌刺客 炮兵全部都在這邊 它是在這邊 對這邊提供炮兵的用 它們的重火力只能仰賴這裡 那如果這邊被封鎖了 那這邊的清步兵情況會很不好 然後現在可以打是因為 因為每個人都是帶滿裝備過去的 可是你要吃的要喝的 你的彈藥又不會自己生出來 所以如果沒有增援 或者是沒有打開一個口 在這邊沒有辦法架浮橋 我打開一個缺口往那邊走的話 那這邊的軍隊其實 現在俄羅斯就很明顯 你進我就退 所以他們 把你包進來 對你進我就退 因為他還是在口袋裡面 你在口袋裡面 把口袋擴大是沒意義的 所以 為什麼他們會一直退 就是沒關係 你打 然後我就往後退 退 因為你這邊越往前進的越長 你離這個補給點就越遠 對這個 這個 一兩公里人是沒辦法扛著米頭 這麼遠的 所以 俄羅斯也不急 那我們就看這個反攻 大概可以持續多久 因為目前看起來 俄羅斯總參謀部隊 這個反攻他們沒有很擔心 因為他們預備隊 俄羅斯的預備隊其實都在這邊 他們衝不出去的 就你還是在口袋裡面 但你不太能衝出去 因為這一塊的重點 北遁涅刺客跟利希昌斯克 其實利希昌斯克才是重要 利希昌斯克掉了 北遁涅刺客就守都守不住 那現在真正的問題 並不是在北遁涅刺客 跟利希昌斯克本身 而是他的補給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這個是北遁涅刺客跟利希昌斯克 其實不應該分開來看 因為他是一個雙子城市 他們兩個是同一個區域 所以你真的要去思考 你不能單獨思考北遁涅刺客 因為這兩個城市 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兩個城市的動脈是這一條 就是從利希昌斯克本身 連到阿特木 然後一直到斯拉夫楊斯克這一條 如果這條補給線斷了 這邊有2萬的老百姓 大概6000左右的士兵 吃的喝的用的全部都靠這邊 那現在俄羅斯他們的策略很簡單 他只要把你卡在這個地方 但他把你的這邊打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天 其實增強非常劇烈的是這個區塊 用紅色圈圈圍起來 就是這個叫做火力控制點 火力控制點是 雖然這條路不是俄羅斯站的 但是他們的炮兵都會瞄準這個點 所以你只要有車輛從這邊經過 他炮兵就會打你 所以讓你的補給線沒辦法通 那這邊被這邊現在被卡斷了怎麼辦 像利西昌斯克他只剩下一條 就是從佐洛塔赫夫卡 一直到謝維爾斯克這邊 這邊有一條產業道路 這個道路的情況他不是不油路 他是鋪碎石頭的石子路 那有些地方有些路段的路面比較好 有些地方的路面就很不好 所以他沒有辦法通過那個 大型的貨運的車輛 所以他只能用小型的卡車 勉強的運輸 那因為只剩下這一條 所以現在利西昌斯克已經開始缺物質了 就不是只有彈藥而已 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吃的喝的用的 已經開始開始短缺了 所以這個情況 也對烏克蘭來說並不是很好 因為除非他能夠把這個重新打通 那烏克蘭也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他們把 阿特牧的預備隊 戰略預備隊 通通沒有守阿特牧 通通拉過去 就是要把這條路重新打 要把俄軍往後逼 那俄軍當然你知道這條動脈很重要 所以他們也在搶這個 所以雙方在這一帶 發生非常激烈的作戰 所以俄軍就有一個 這位將領 這位少將 因為這個搶補給道路的作戰當中 對他自己帶隊 因為他現在 現在就是必須要在這邊形成一整條 很逼近這條路 那他陣亡的地方是在 尼古拉耶夫卡這邊 所以他非常的勇敢 他自己帶隊衝在最前面 這已經是前線中的前線了 那就不幸在作戰的時候就身亡 那目前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初普普哈斯奈亞的突破 對整個頓列刺客的 頓巴士的戰爭的影響有多大 因為這條線掐斷了 北頓列刺客是跟 利西昌斯克就會很難守 所以現在就是看這邊的這幾個 這一個兩個三個 這三個點如果全部被俄軍佔了 那一整塊包圍圈就等於形成包圍了 那一整個包圍圈 烏軍不退 你也沒有辦法拿到補給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這個區塊 他是怎麼搭的 這個禮拜一定會有一個結果出來